大家好 今天帶給大家最新的成就攻略 原神成就全收集 1.0-4.4共1185個 成就數61-73 里月鬼圓龍熙61-64反彈 西數奉還 全靠我們自己 生動了 里月周本攻略 65-68 里月怪物69-73 唯獨死亡與在屋不可避 這也算是封守護 碰 優碰 大黃金秋秋王 孤獨融化等 Nice 一期視頻我們來收集 里月世界boss 古炎龍熙的成就 我們需要準備一個女仆 再準備一個 能給自己套其他盾的角色 好的準備完成之後 我們打開地圖 來到南天門 Jag的起屁點 從那走過來 到了起屁點之後 我建議在這裡 放一隻頭戴錨點 沒有頭戴錨點的話 需要拉一下 鑽霧醜漢把它拉開 從那邊爬 爬出去之後 拉抬鑽霧醜漢 嗯 也是一樣的 小夥伴們可以看我 做一次 你們再來 我們先下來 把他激活 待他釋放 炎龍褚吸的時候 我們掛上非炎熙的盾 就能獲得第一次成就 不過只有女仆的話 也可以先得發霧炸元素 然後 我們用炎熙的荒星 砸出碎片去解鈴一下 我大概率很難撿到這個 變暗的成就 也是在他 吐熙的時候 掛上岩熙的盾 又能獲得這個成就 之後我們拉開怪物仇恨 再來 把他擊敗 這次全程不能套盾 就可以獲得我們的第三個成就 全套自己 最後一個成就 也是要和小夥伴們一起討伐 滾炎龍褫 好的 比起視頻 我們來收集 逾越兩隻周本的成就 逾越的世界boss 還有一個純粹精靈 但是他的成就 都沒有算在天地妄想裡面 所以只能帶小夥伴在後面拿了 畢七 隊伍沒有要求 但是對你的小夥伴有要求 我們先來到黃金屋 東紫的副本 選最低難做 然後進去 他會先向我們射出幾隻劍 我們只能中其中的一隻 這樣被掛上狀態 之後就不能再被他擊中了 如果 嗯 那個走位太難的話 也可以叫上你的小夥伴來 以待遠處拿東電角色 給他造成傷害 之後由你的小夥伴全程負責 也可以拿到這個成就 我們來到邊緣 可以消除印記 之後是 第二階段沒什麼好說的 第三階段要注意他突然 瞬移到你的臉上 把他擊敗之後 就能獲得這個成就 一幫人與一幫人 我們退出來 我們退出來 之後再打開地圖 我們去到 惹陀龍王的副本 這裡 火牢山下面 而且這個副本的條件 我們需要完成 鍾離的傳說任務 古文之章第二章 沒有做的小夥伴可以做一下 嗯 鍾離的 秘境裡面有內置寶箱 你們可以搜索 月月媽媽 她的視頻裡面有詳細的寶箱講解 獲得最熱成就 需要我們擊敗柳陀龍王的四個狀態 他的身體有兩種狀態 火和水 尾巴有兩種狀態 冰和雷 所以會形成四種狀態 如果小夥伴們想踹速拿到這個成就 也可以點擊多人挑戰 與其他小夥伴的世界 然後 就能快速完成地的任務 最後也是和你的小夥伴一起擊殺 熱脫龍王 就能拿到最後一個成就 第七視頻我們來收集 一月怪物的成就 需要在隊伍裡面準備一個雷系角色 一個水系角色 一個火系角色 加一個兵棋角色 四個角色裡面 要有為的角色有範圍性傷害 好的之後我們打開地圖 來到天球谷下方階的棋屁點 到了棋屁點後 我們靜止朝南方向走 去找前面的火之災物處理人 第一的成就 是需要在他隱身的狀態下 把他擊殺 所以需要 嗯 角色帶一定的範圍傷害 就這樣 壓擊血量之後把他擊殺 就能獲得我們的第一的成就 然後我們來撿起材料 清清楚楚打的 然後再往前走 走上來之後 我們把鏡頭撞到東南方向 下一項工作室 欸 去找風泉前面的 在那個茅草屋呢 當雨著 頭頂著 來到這之後 我們等他 向我們開啟護盾 欸 剛剛跟我們看誰啊 野火的性格 嘿 就是這隻技能 硬取解討好 我用元素技能 我回天上 把他攬冰 攬水 攬火 啊 攬雷 欸 走上來的粉絲吧 之後再把他擊殺 就能獲得這個成就 這也算時空守護 好的 前期材料之後 我們打開技術 這次來到 南天門 這個 門之界的TP點 到了TP點以後 我們更換一下 隊伍設置 換一下隊友 嗯 掏出這 霍盾角色 羽僕吧 一定會保護你 一定會保護你 然後我們靜止朝西南方向走 去找前面的那隻炎龍蜥 我會跟上的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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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們把它激活一下 等到炎龍蜥像我們 釋放界的技能盾 低界的技能 我們開護盾 就可以獲得界的成就 好的拿到界的成就之後 然後我們打開地圖 來到清澈 左邊 再左邊 接著TP點 到了TP點以後 我們就在眼前 去找這隻炎秋秋王 對著成就 需要我們在秋秋王 魔化狀態還在的情況下 把它擊殺 就是雪條下面 還有一個黃色的護盾條吧 然後我把它擊殺 就能獲得界的成就 只要不是大劍角色 快速破盾 應該都能往車 飛魚生會重擊 拿到界的成就之後呢 我們再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要來到 雪山 復雪之路這個TP點 到了TP點以後 我們把視線槽背後轉 貼著左側的這隻山體 來這樣 可以先點一個火把 裝起來吧 本來這隻成就 應該算到雪山的怪物裡面 我都拿了 這麼多 魚人種的成就 就把它合併了吧 我們先 把它的那個 極之冰銀 內的擊殺 之後壓低它的血量 然後用火系角色 快速破盾 繼續壓它的血量 等它再次 召喚出冰銀的時候 我們 巴黛擊殺 要上這冰銀都在的情況下 巴黛擊殺 就能獲得地的成就 記得關注再走喔